请签署 在长根医疗决策委员会主委陈文俊 与百灵家英格和总经理邱建志代表签署下 全球前二十大的百年德国药厂 将与全台最大医疗体系强强合作 希望共同推广民床试验 牺手加速创意药物研发进程 造福更多病患 长根体系在台湾 可以说在民众的服务跟研究方面 都一直都是相当的 对病患相当的可以说是有利 那百灵家他本身在国际上 药物的研发方面也是为人所称赞 那我们这一次的可以说是 强强的结合双赢的策略 让台湾的民众在临床的治疗诊断 跟药物的应用可以跟国际接轨 大部分的国际厂商想来跟医院合作 都很希望说他们在最短的时间内 能够尽快的完成他的临床试验 那就诚如主委刚刚所提的 我们长根医院是全国最大的医疗体系 我们拥有丰沛的医疗的资源 以及我们的病人数 那同时我们必须很骄傲的说 我们也有全国最好的医师 所以厂商在长根医院进行临床试验 除了说可以加速他病人收案 而且可以得到很好的一个结果 这是我想是厂商跟医院双赢的部分 那台湾一直是我们百灵加英格 很重要的一个战略地点 所以他公司也是希望在台湾这边 积极的发展临床试验 主要是我们台湾临床试验的品质非常的好 那配合度也很高 那这一方面的深得我们总部的一个欣赏 所以我们也是积极拓展在台湾的临床试验 他同时也能够推动我们公司 临床试验的加速进行 这些都是双边可以获益的一个机会 百灵加英格汉总经理邱建子表示 目前百灵加英格汉在台湾 有23个临床试验正在进行 未来更将聚焦在包括癌症站内的 六大专科领域 同时希望以临床试验作为起点 扩展到其他产业合作 找到更多适合台湾病人的解决方案 那我们临床试验过往跟长庚 其实合作的也相当的多 那我们当然后续的新药 我们也陆续推出 也希望说继续跟长庚 甚至更扩大的进一步在临床试验的合作 同时也想借由临床试验为起点 甚至可以扩大到其他方面的产学合作 那我们也会进一步的推敲这些可能性 记者张旗潘台北报道 感谢观看